Hello各位股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Gina 今天NEO惨遭空头猎杀,最后收跌7.743%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称高出逃呢,还是应该称下跌去进场抄底呢 我们今天呢会通过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详细和大家探讨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看到的是这个NEO今天的盘中图 那么今天的NEO呢是跳空高开 但高走一小段之后呢就一路下挫 直到尾盘呢才开始止跌反弹了一下 那么原因呢是因为著名的做工机构相传公司早上发布了一个NEO的做工报告 称NEO的股价只值25美元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具体该如何去进行操作呢 首先呢我们先看到的是这个NEO的一个上市之后的整体的一个股价图 我们可以看出来的是NEO呢是这个2018年的9月12号上市的 上市之后呢一路下挫 然后呢开始走了一个头肩底的一个形态 开始往上走 所以真正的上涨的话差不多是今年的这个5月份开始 才形成了后期的这一波的这个大幅的上涨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把图放大一点可以看出来的话 这个NEO呢此番就是从5月份开始呢是一路上市上行 那么走到今天股价下跌了7.743% 那现在是不是一个短线的卖点呢 我们先从趋势的角度来详细探讨一下 首先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图呢是这个NEO的日线图 那么从它的日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指标呢叫做趋势阶梯 白色线方向朝上说明中期上升 那么白色线方向朝下呢则说明中期下降 这目前是中期上升没有什么问题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看的是红色柱子代表短期上升 这个绿色柱子则代表短期下降 所以目前来说是红色柱子短期和中期都是上升趋势 所以目前来说虽然今天下跌了 但是短期和中期暂时都还没有出现这个卖点的一个情况 然后从资金的角度可以验证一下 下面第二个窗口的这指标呢叫做MCD六彩神龙 红色柱子代表获利庄家的筹码 然后的话这个绿色的这个柱子啊代表是被套牢的这个散户的筹码 然后的话就是说这个黄色的柱子 黄色柱子呢则代表短期的这个游资 快进快出的那一类人的这个筹码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来 目前的你有大部分的筹码还是在获利庄家的手里头 所以中期的话股价还是比较安全的 那么短期如果真的股价发生调整 往下跌 那么一旦跌破这个红色的阶梯柱子的话 则是代表短期的趋势级别出现了一个短期的回调 因为红色柱子代表短期上升变成绿色 则说明短期上升变成短期下降 那出现了一个短期回调的信号 那么短期的回调就开始了 那么但是的话虽然趋势类指标还没出现这个卖点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就是早一点能够发现 那早一点出局的话 我们可以看60分钟是不是已经走出顶部形态了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NIO的60分钟图 这个60分钟图可以看出来股价相对于前期高点来说 高点高点依然是抬高的 但是这个低点也是跌破了前期的这个低点的 从趋势的角度来说 白色线方向依然是朝上的 所以中期还是上升 但是短期的话现在是绿色柱子 所以60分钟级别是中期上升趋势中的短期回调 那么但是就是说这个回调 如果说尾盘 今天的尾盘往上去尝试了向上反弹 但是反弹到绿色柱子受到一定压力没过 如果说明天股价这个绿色柱子还不过继续往下走 跌破这个白色线的话 白色线方向也开始由上升到走平 然后开始往下走的话 那么NIO这一波短期回调就在所难免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知道了接下来NIO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出来的是目前来说 NIO肯定不可能再走底部形态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肯定入场抄底还不合适 因为它才跌了一天 然后我们就进场抄底 就觉得它是一个底部了 跌7%点多就是这个底了 那它如果从这个高点到这个白色线的位置 它如果真的下短期下来回调 到这个白色线的位置 那这个空间就比较大了 这白色线才26块9毛钱左右 那么这个幅度和空间肯定就不止10%了 对吧 所以的话这个我们现在进场抄底 还就是有点早 有点早了 因为像现在价格实在有点高 但是的话 如果我们现在短线的话 注意一下风险是不是可以呢 当然是可以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可以把这根K线 就是今天的这根K线的一个最低价呢 作为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关注对象 因为我们看了60分钟图 如果股价继续往下跌 只要跌破今天的一个盘中最低 那么基本上的话 短期的这个回调应该是在所难免的 那么而且的话 今天这根K线是还是一个关键K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 可以把图形缩小一下 看一下最近 最近的话 除了前面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 放成交量放量的一根K线以外 后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放量的 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么大量的这种K线了 所以这根K线的话 放量的K线一般都说明 这个价格区间里面是有特别多的筹码成交的 那么就是说 也就说明很多筹码的成本价就在这区间里头 所以后期股价一旦跌破这个区间 再要反弹回来 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 比如说我们看前期这根K线吧 这根K线的话 我们看后期股价向下跌破了这个空间之后 再反弹回来 你看 这个跟K线的一个高点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我们要找的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压力位吧 可以看到到这个位置 那我们把这个用这个来看吧 把这个放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跌破了之后 后期股价回来 是不是就一直在这个区间里头横盘过不去 那么到现在的话也是一样的 如果股价继续 就把今天这根K线的最低 作为一个 我们接下来所关注的 今天这根K线 作为一个关键K线 如果股价跌破这个区间 往下走 肯定还有更大空间 而且再反弹回来 这个区间都会是很重要的压力 那么这个区间的最低呢 就是44块5毛6 然后最高呢 就是今天的最高价 54块2毛钱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它重点的一个目标的 这个压力位在哪里了 所以短线来说 我们要做 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今天这根K线 做一个关键K线口的框出来 看后期股价到底是横盘调整的 还是选择下跌调整 如果选择下跌调整 跌破今天的最低 那么短期往下走 肯定还有更大的空间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短线就可以 要先要止损 或者说先要获利先出局了 好吧 那么这个是目前的一个 NIO的一个走势图 那么希望呢 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如果说大家对于 这个我们的这个 星期六还有别的股票 想看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报名 参加我们本周六的这个 会议这个公开课程 那么这个呢 是关于我们本周六 公开课的一个宣传单 那么大家可以发现 本周六我们重点的一个 讲解的内容是 美股行情严重分化 是继续投资科技股 还是转战价值股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何去做美股的行情布局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可以扫码 获取这个课程的报名链接 那么课程时间呢 是2020年11月14日 周六温哥华时间下午7点 好吧 那么我是Gina 我在微信上面等你哦